Hobby Game 大家好我是Hobby Game的MS 今次跟大家介紹的就是 Monster Hunter World Iceborne 裡面的冰牙龍 冰牙龍就不算是新的怪物 在以往的Monster Hunter 系列裡面都出過 不過在 Iceborne 裡面 它的動作都會有少少不同 特別是它的攻擊快了 一些效果效果也好多 在跟冰牙龍戰鬥的時候 也有機會見到雷惡龍 當見到雷惡龍的時候 他們兩個也會產生地盤爭奪的動作 大家又可以看看他們怎樣打 防止神劑法 非常嚴重 到了 雷羽 楷羽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他多了一個新的動作 就是在牆上怕痕,向目標作出攻擊的動作 如果被他打中也挺痛的 在牆上怕痕,向目標作出攻擊的動作 在牆上怕痕,向目標作出攻擊的動作